黄航染疫风暴现在是越演越烈 目前累积了是28人确诊 也新增首例的空服源确诊 而和他相处半天的货机机师 明明已经施打了第一剂的AZ疫苗 竟然在9天之后出现了发烧咳嗽等等的症状 验出了病毒阳性 也成了首例打疫苗之后确诊的个案 但是呢 两人的感染源现在都还有待理情 时尚最大华航染疫风波 疫情越演越烈 指揮中心再宣布新增两例个案 还首次出现货机机师打疫苗后确诊 证明新增确诊病例案1153 货机机师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 4月16号到18号曾到美国执勤 21号再加检疫期满裁剪阴性 25号因为机师专案裁剪照回 PCR及血清皆为阴性 但5月1号却出现发烧咳嗽流鼻水等症状 通报裁剪确诊 CT值13病毒量高 但值得关注的是 这名机师4月22号 已经施打第一剂公费AZ疫苗 没想到间隔9天后发病确诊 也成为国内首例打疫苗后确诊个案 另外立个案是负责客机勤务的空服员 与案1153接触短短半天双双染疫 案1154是本国籍20多岁女性 4月22号到25号曾在美国执勤 28号在诺富特饭店检疫期满裁剪阴性 29号因为旅馆清空计划 驻进集中检疫所 30号裁剪PCR和抗体又是阴性 但5月2号却发热头晕胃痛 经裁剪后确诊 CT值14病毒量高是三采后裁阳性 警官两人CT值低传染力高 指挥中心人称是境外感染可能性较大 可能性大一个可能性小 但也不排除是在美国个别染疫的 首例确诊空服员发病前都在隔离 未匡列接触者 但是新增两例个案 在专案召回裁剪的空窗期 是否接触者可能染疫 只怕相关疫调要加紧脚步 记得叶维林洋湘 SNG台北采访报道